台大实验林110年度凤露茶新茶花展 即日起到2月18日为止 在台大实验林凤凰自然教育园区盛大展出 今年除了与中华民国茶花学会 台湾茶花育种学会 及鹿骨香在地的茶花农等 共同合办茶花展之外 展场上将展出国内外各种珍奇稀有的茶花品种 以及柏鱼盆高贵典雅的茶花盆景等 欢迎来参观体验 一朵朵颜色艳丽的茶花迎风咬异 每年春节寝 台大实验林凤凰教育园区都会举办茶花展 这次结合茶花学会与当地茶花龙 搭配制茶龙具 一起展出300盆化色鲜艳的特种茶花 不仅增添年节气氛 也让游客在春节期间 多一个茶青想化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身后的 就是今年一年一度举办的茶花展 风露茶花展 我们这次的活动能想到过完年 2月18号为止 那大家待会可以在画面上看到 我们这次的造型非常的独特 我们有结合了在地的茶艺 我们各种的制茶工具 那结合还有本区的自然的地景风景 那我们这次也特别请到中华民国茶花协会 台湾的茶花育种协会 新竹县市的产销班 那最特别的是我们这次还有两位在地的茶龙 共同来参与 我们将近百盆的这个茶花里面 有三分之一是他们所贡献 这也会实现我们管理处 实现大学社会责任 也达成联合国有序发展目标的一个部分 那这次的 因为最近的天气也非常的风和日历 欢迎大家有空 来临领本区来观赏茶花 那另外也稍微预告一下 我们本区非常著名的樱花展 现在大家开了三层到四层 也非常大气 希望大家好来赏茶花的时候 也顺便来欣赏一下樱花 游客们都表示 今年茶花的摆饰 有比往年感觉更有成事 我是住在竹山 我是竹山的本地人 然后我今天刚好有空 有得到这个讯息 说台大茶园这边有茶花展 那我就想 就今天过来这边之后 觉得这边茶花的摆饰 都跟以往不一样 是让我觉得说 这边感觉 城市的部分做得很明显 然后茶花菜的很漂亮 这样子 漂亮的风景 那个空气很新鲜 看龟花的也很好 觉得很值得来 而且那个我们 一个我们最爱来的地方 是那个席头 所以我们尽量每年来一两趟 那些花的颜色好漂亮 会发现蜜蜂很多 虽然不会咬人 可是很多可以听到 他们的声音很平安 另外园区中最著名的櫻花隧道 目前也已经见识开放 打给有三层的花提早来报到 春节期间会有六到七层的櫻花展放 届时整个櫻花隧道 将会被粉红花海所占据 喜欢想花的民众 可以趁着春节点假 来一趟茶花与櫻花的对话 记者请一致肚骨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